随时没有轮回 把它制造出轮回出来了 轮回是噩梦 你睡觉本来没有梦 天天做噩梦 这噩梦是你自己制造的 不是别人给你的 这大肆营营 就是开始误入 佛他能做的 就这两个字开始 但是这众生 接触到开始 要能误入 误是明白了 就是我们一般讲 看破了 入怎么样呢 入得放下 放下就入了 你放不下 不入境界 放下就入了 静态 硬光大死 有个非常了不起的方法 叫我们怎样侮辱 他老人家在世的时候 有很长一段时间 他在官房 闭关 苏州 人延山寺 他老人家最后 修学的道场 那个官房 我去参观过 很小 非常简单 只有一张 只有一张房桌 桌上供养 一尊佛像 什么都没 很简单 一尊佛像 一对腊台 一个香炉 一个银青 一个小木鱼 佛像后面 写了一个大字 老人自己写的 写了个死字 这个方法 妙啊 让你也看到 死到临头了 是问问 你还有什么放不下的 所以我们在 现前这个时代 我自己常常想到 我们的寿命 就到今天为止 今天就要死了 还有什么想到的 那我们在认真呢 在想死 死了 死到临头了 还能想这些意识住行吗 还能想这些享受吗 没有了 现在只剩一个念头了 求生进度 什么都放下了 只想阿弥陀佛 我在这里等你 你来接应我 除这一念之外 什么念头都没有了 这个世间 哪样能受过的 念身体都不是 我们要用这种心态 再去念佛 那真是弥陀经上所说的 若一日若二日到若七日就往生了 这真的不是假的 今天阿弥陀佛没来 等了一天没来 等了一天没来 明天 还是做如是想 天天做如是想 这什么意思 给学佛同学做个样子 肯定有一天 阿弥陀佛来了 阿弥陀佛说 你做样子就够了 可以到极乐世界去了 没有别的 确定放下了 放下不是把死都扔掉 不是的 是照干 今天这一天事情 还都照干 心里头痕迹都不落 心里面呢 心里头就是一句阿弥陀佛 念的是阿弥陀佛 想的是阿弥陀佛 真念佛 不够假的